毕竭废话 佛罗里达一个老哥买彩票中的一亿两千万美金 直接成为富豪 然而这位老哥有钱之后 第一件事情不是豪车豪宅 而是花了二十万买了几吨辩便 装进粪车后来到老板门口 给老板送了一顿豪华大餐 佛罗里达一男子被指控持有致命武器进行抢劫 该男子去饭店点了一大堆东西 却没钱付账和店员争执的过程中 大哥拿出了背包里的鳄鱼甩了起来 最后被警方认定持有致命武器抢劫 而更灵活的是这位老哥 他手持着一条活着的鳄鱼 直接冲进便利店里面 试图来一波铃鱼购 结果东西还没抢到手 自己就被鳄鱼咬了 然后一人一鱼都被关进了监狱 有一个哥们的吉普车被偷了 当地警方排查了周围所有的蛛丝马迹 却没找到一点线索 本来都做好打算放弃调查 收队回家来的 一辆吉普车慢悠悠的开了过来 并下车询问警察 有没有看到一个手机 刚刚他在这里偷车的时候掉的 然后这位老哥就进了局子 弗洛里达一名女子 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大声放屁 一方的路人小声傍怨 该女子觉得自己受到侮辱 拔刀把路人砍伤后被逮捕入狱 然后女子又因放屁跟御游打了起来 弗洛里达一男子光天花耳之下 当着警察的面偷走了警察的车 被捕后男子声称自己只是一条狗 无论警察问什么问题 他都只用狗叫做打 警察思索了一会儿后 牵来了一只警犬 他劝架的方式就是把所有打架的人都打一遍 然后打完就跑了 后来这个视频就被发到网上火了 于是警察就找到抓了他 并称赞他战斗力惊人 眼前的这位大哥直接开着大卡车 抢闯军事基地 告诉里面的人 我们中出了个叛徒 外星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事后这位老哥说 总统半夜给他托梦 说有个外星人在跟中国龙打架 一会儿就打到美国来了 接下来这位小哥被人发现在房车旁边不停的收入 中人以为这哥们出了什么事情 于是连忙上前查看 而警察过来调查的时候 小哥犹豫之久终于说出了真相 小哥试图用红锡管偷汽油 结果插入了房车自带的化粪池 小哥一顿狂吸 然后就躺在地上抽搐了 密布洛里达男子在星期六被人指控 他就试图殴打一辆汽车 老哥跑到大马路上 对所有经过的汽车进行殴打 事后老哥说这些汽车都是外星人 而他是在保护地球 布洛里达三名男子集地投猪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枪声吓到了车里的猪 然后车子发生了剧烈的摇晃 最后失控撞上旁边大树 然后这三个哥们因为没接安全带 全部嘎了 布洛里达一男子 因对邻居心生不满 于是上门打架 但因为实力悬殊 老哥被人打了一顿之后回来了 事后老哥调查 邻居对花生严重过敏 于是直接买了大量的花生酱 图满双手 走到邻居家里就是一个大逼兜 谁料邻居一点反应都没有 又给老哥报答一顿 事后老哥带花生酱去检验 发现花生酱里没有花生 于是起诉了花生酱厂商 最后货赔20万 布洛里达交赞老板 在自己公用的微波炉面前 贴了一个警示牌 不要加热尿液 之所以有这个警示牌 是因为之前有个顾客 试图用他的微波炉加热尿液 当他上前阻止的时候 顾客还理智气壮地表示 这里没有标识禁止他加热尿液 布洛里达一名51岁男子 突然当水杯攻击室友 随便没击中 就抽出黄油刀决一死战 因为他的室友长得很像耶稣 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布洛里达有一个非常励志的抢劫案 一个生产自尖的老太太 驾驶了自己的电动小轮椅 跑到便利店里面去抢劫 当时在场的售货员都笑疯了 感觉受到侮辱的老太太 直接用脚给枪上膛 而并没有击中任何人 还被警察抓了 布洛里达一男子 为了让自己的答辩变得好看 找人在自己臀部做了一个 镂空的钢制印章 这样拉出来的答辩 都是自己喜欢的形状 布洛里达一老头 在大马路上不牵绳就遛狗 路过的警员看到后上情劝阻 但老头脾气抱得很 两个人发生了严厉的争吵 警员拉开距离回车上呼叫增援 而老头直接扔了个手雷 想干掉警员 老头的狗看到老头丢东西 以为是在玩游戏 把手雷又叼了回来 然后一人一狗当场去世 而最离谱的还得是这位大爷 自己花了800万 在当地买了个小岛 中介说岛上有豪华设施 结果过去一看 连个毛坑都没有 这给大爷血压都气高了 连夜回到了佛罗里达 并在超市抢了300块钱 打算先错过几天 结果刚出门就被警察抓了 佛罗里达一名37岁的男子 因为危险犯罪 导致意外身亡 他经常将炸弹尾装成快递 随机邮寄给一个人 结果有一个快递被退了回来 老哥可能以为是别人送的礼物 急不可耐的打开之后 直接原地去世 而论七八还有这位大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大哥半夜饿了 跑到邻居家 舔他家门上的猫眼 邻居被吵醒后人都看傻了 佛罗里达一男子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 于是给自己取名叫做耶稣 想让自己可以变得和上帝一样强大 结果第二天出门就被钢管砸升天了 佛罗里达州一男子利用挖掘机 夹住即将报废的飞机 像玩玩具飞机一样玩得起来 这应该是佛州最正常的一个人 谁不想开着挖掘机玩大飞机 明晨五点被吵醒 发现有人正在舔自己脚趾 彼得吓得浑身一哆嗦 立马报警 后来发现舔脚趾的人是酒店的大堂经理 都是趁着客人睡着后 偷偷去缩脚趾 面前的这个大娘在佛罗里达警方发布会上 担任手语翻译 结果网友发现 这位大妈翻译出来的东西 驴唇不对马嘴 连企鹅在北极给凶手喂意大利面都出来了 最后警方公布 这位大妈不是手语翻译 只是一位路过的路人 老哥和老婆争吵时 直接将披萨甩到老婆脸上 打出了一道道红印 老哥却坚称自己只是将披萨递得老婆而已 俄罗里达一女子因为故意伤害动物被逮捕入狱 该女子在动物园里喂骆驼的时候 自家狗子掉入园内被骆驼啃食 女子二话不说跳下去 把骆驼咬得遍体鳞伤 德克萨斯州索尼克快餐的三名员工 被指控在儿童快乐餐里面投毒 被逮捕入狱 这三名员工往儿童餐里放药丸 被抓后坚持自己没错 因为儿童快乐餐要的就是快乐 面前的这个大叔强行在监控下 攀爬布满铁丝网的墙壁 强行进入佛罗里达的监狱 他的目的很简单 只是想找在监狱里的兄弟和两瓶 而监狱长也很通情达理 直接把他关进了监狱 让他们两兄弟天天见面 佛罗里达一男子在面对高速逃窜的时候 实在是甩不开身后的警察 眼看着就要被美食截停了 该男子直接将副驾驶两个月大的宝宝 扔出去往警车上面甩 好在宝宝被警察接住了 案件报道 晚上十点钟左右 两名巡警发现一个非常可疑的汽车 于是特意上前查看一下 没想到护士座里全是各种伪禁品 车主适逐逃跑 直接被警察抓住塞进了警车里面 在回橘子的路上 这大哥闲着没事 把警车后座全啃了 警察询问起原因 他说他饿了 而另一位大哥半夜给警察打电话报警 声称自己丢了十分贵重的物品 价值数十美刀 整个警局全部出动 最后才知道这哥们丢的是毒品 俄罗里达五名小偷 半夜偷偷潜入一个钢铁厂里面 准备搞点废铁拿去卖掉 他们哥们一下子就看中了 几个直立到屋顶的钢柱 这几根钢柱是钢铁厂的承重柱 切下来之后厂子直接倒塌 五个兄弟三个重伤 两个直接原地去世 俄罗里达一个资深电弓 徒手攀爬建筑物 就是对于一处破损的电线杆进行维修 因为他不确定什么地方发生了损坏 于是就到处摸一摸 然后摸到带电的电线 大哥当场去世 罗里达一男子让一名12岁的小女孩 驾驶着他的SUV开车 并且以每小时85英里 也就是每小时136公里的速度 一路荒标 被拦下后 男子声称他这么做的目的 是想做一个超级酷的父亲 结果调查后发现 他不是小女孩的父亲 佛罗里达一名38岁男子 将狗床酸到了自行车上 随后男子坐在上面 试图让狗狗向前奔跑提供动力 结果狗子一个百米冲刺 直接带着老哥冲到了公路上面 一元一狗当场升天 老关一个名校的大三学生 生日期间直接绑架了一名43岁的女孩 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 而是每天好吃好喝的照顾小女孩 还给他配了台电脑打游戏 目的就是想体验一下真实版女友养成